在形式虚实 我个人认为是孙子 这本书冰道哲学的核心概念 而这个核心概念里面 是这个概念又是核心的一个原点 孙子整本书里面 对于这个是有两句话 我把它挑出来 积水之急至于飘食者事也 另外一句话是 转原始于千刃之三事也 这两句话都是在虚实篇提到的 我对孙子冰法 事实上是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 以前也是用这种摘金句 逐字理解的方式去读孙子 可是在差不多两千年前后 我重新再翻阅孙子的时候 看到这两句话 我突然等于说有个顿悟 我就发现说 孙子好厉害 这两句话其实是两千年之后 牛顿 他的牛顿力学里面 导出来的畏能跟动能 这两个概念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描述 积水之急至于飘食者事也 这谈的是动能 转原始于千人之三的事也 这是畏能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开始 让我就是说得到一个新的启发 我们对孙子冰法 我们可以把孙子概念中的事 拿来跟近代的这种科学 就古典物理学里面的能量 把它做连接 我们几乎可以很有把握的讲 兵家的事 事实上他心目中所想象的事实上就是一个畏能 或者是动能 而这个事呢 他有强有弱 能量有大有小 能量小的就是虚 能量大的就是实 在战场上如果是敌我两方的话 那谁的能量大 谁就实 谁的能量小就是虚 所以换句就是兵法 那在讲什么 兵法事实上在讲的就是怎么样来转化虚实 形成优势来克敌自胜 我们可以讲 整个孙子兵法告诉我们的 或者在讨论的 就是围绕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 感谢观看